美國對中長期的嚇阻戰略的強化 沒有因為拜習會 習近平講說沒有2027、2035的攻台計畫 美國就停止這些軍事部署動作 因為用威責跟嚇阻的方式 才是確保台海安全和平穩定 最重要的一個手段 F35A的部署在亞太地區會破300架 其實我評估大概可能都會超過400架 如果中長期來講 基本上日本買了147架 南韓本來60架 後來追加25架有85架 澳洲是有買96架 這是整個第一島鏈美國的盟友 擁有了F35A的逆中戰機 那不要講美軍自己 機動ACE彈性部署的方式 不斷地前進輪掉 這個F35A如果美軍本身來講 未來我相信它會加大 沖繩基地的部署的數量 日本的嚴國它還有一批 這可能未來會有增加到48架的F35B 這些所謂閃電航母上面機動部署 那所以整體加起來 我認為可能連美軍自己在內 那都不要算 可能至少都有400架的規模 那等於是未來可能有機會 常態性就400架就藏在這裡 對 而且這些F35A 都會不斷地輪掉部署 當然為了防備共軍這個空中的威脅 除了這個之外 今年來說還有一個新的突破 就是11月 美軍最新的第六代的 逆中空炸機B-21也已經試飛 那動作很快 它首架可能2025年就會部署 未來要準備採購100架 那替代B-2A 那外觀非常的滑順 它的進氣到更低 未來空中這一個紅外線的 象徵 我們不要說雷達偵測不到 紅外線象徵也都更低 所以甚至有外國專家直接講說 它是未來甚至是可以直接進出中國 那上面攜帶的可能未來 具備核打擊能力的LRSO 這種長程的巡弋飛彈 那也是屬於逆中 更不要講說 近期美軍也公開空射的戰術核彈 B-6113 它的核當量的威力是 36萬噸TNT的等級 基本上是可以毀滅這個北韓 這樣一個國家的規格 那用空射的這個戰術核 不管F-35A或未來B-21都可以攜帶 未來可能部署關島 地面的火力來講 美國動作很快 因為美國跟俄羅斯之間 INF中程反島條約的限制 所以500到5500公里之間的飛彈 地面部署型的不行 空射型的可以 中國不在這一個限制之內 它大量開發的東風系列 單導飛彈也好 或者巡迷飛彈 反過頭來對台灣 日本 南韓這些國家 用這樣的方式 企圖對美國進行所謂反介入 導致美國現在反過頭來 也開始準備在地底導演 大量部署類似的中程飛彈 進行反反介入 中國的艦艇雖然打造速度非常快 今年有370艘 但同樣的美軍也用不對稱 作戰的方式 用飛彈來對付你這些艦艇 川普退出INF之後 幾年的時間 忙開發出提風的中程飛彈系統 除了可以搭載陸基戰斧巡迷飛彈 用來攻陸之外 它也可以發射標準6型飛彈 增程型可以打到370公里 甚至可以反艦 所以未來這一型提風飛彈 配屬在哪裡 美國陸軍有一個叫MDTF 多領域特遣隊 也是部署在第一島列 那配備提風系統之後 它未來不只可以擁有 直接長程超過1500公里 戰斧巡迷飛彈遠程打擊能力之外 它還可以用來封鎖水道 用標準6型來襲擊這個軍艦 那不要講說 其實去年美國已經測試成功 一型叫LRHW 叫愛因的高超音速飛彈 測試的飛行距離 可以遠達2772公里 最近我們台灣要買的 海馬斯斷光火箭29套 也有跟美國買M57 所謂的戰術導彈 基本上射程是300公里 現在美國落馬又開發 把它延長射程 一型叫PRSM 增程型的 可以打到500公里的距離 未來甚至不排除 直接可以跨越1000公里的射程 換句話說 美國在第一島列 未來短中 遠程的打擊能力都有 這些都未來作為 所謂反介入 反反介入作戰的一個 重要的利器 所以未來其實 助以千計的大量的飛彈 不管是反艦防空 甚至地對地 對敵打擊 打擊基地能力的這些 飛彈全面部署在第一島鏈 最重要就是要遏制 中國可能侵犯台灣的野心 經常的攻略 最重要的 有所謂的 作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